一弄的白色旁人大物 旁边的计程车经过 跟他比起来都算小屋见大屋 仔细看这个旁人大物 其实是保力龙箱子堆叠而成 负责载货的工人 贪图审视把它堆成这样载上路 连驾驶都看不到 更别说被挡住的视线 实在很恐怖 其实在大陆这样离谱 超载的状况时有所闻 这辆被警察蓝亭的大货车 上面载满了木头 但所有的维护装置 只有靠着两根杆子给挡住 进一步盘查 货车现在1.5吨的货物 但这司机载了18吨的木头 严重超载12倍 为了多转一点 大陆货车这样的载货方式 万一出事 不仅危害自己 也危害他人生命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 不仅危害自己